2020年的这场席卷全世界的疫情 使得广大高中生面临重重困难 学生跟家长都非常关注 未来大学申请的各种政策变动 2019年爆发了史上最大的大学招生丑闻 作弊行为的存在 促使各大学的招生流程更加透明且多元化 未来申请大学的学生也将需要更充足的理由 来证明自己的申请目的 以及用更强大的社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申请材料 5G技术的普及将会加速在线学位教育成为新热潮 越来越多的名校成为云端上的大学 2020是高校录取政策格外宽松的一年吗 先把offer拿到手才有选择权 把握时机才是明智之具 进行锁定周日晚间8点30分 国与一台以及无限三台8点整的天下综横坛 秋季招生各大学招生指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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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4年初衆指南 本节的只俄听高校录霾